我们来 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对待慰安妇的 这些女人是怎样艰难求生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建立了慰安妇制度 这个制度对中国的妇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很多女人都死在了慰安所中 那些被日本侵略者抓走的女人在慰安所里凄惨的求生 为了逃离地狱 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只有一个女人侥幸逃了出来 那么这个女人都遭遇了什么 当这些女人被抓进慰安所以后 就过上了绝望而又痛苦的生活 不仅每天都需要接待成百上千的日本士兵 而且连一条裤子都没得穿 甚至有些女人在寒冷的冬天只能穿一件单衣 就算全身都冻得浮肿了起来 日本侵略者也并不会在意这些女人的死活 不仅如此 为了防止这些女人生病 日本侵略者还会定期带他们去日本军医那里检查 那些日本军医大部分都非常的粗暴 每次都会使劲把冰冷的仪器往这些女人的下体筒 就算是流血了 他们也不在乎很多 除此之外 那些日本军医还会给这些女人发高猛酸甲湿剂 让她们用这种粉末消毒下体 但是这种粉末有非常强的腐蚀性 对这些女人的子宫一点也不好 很多女人在使用了这个粉末以后 不仅下体红肿不堪 而且还失去了生育能力 佳佳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女孩 日本侵略者扫荡了他们村庄 她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 而这个14岁小女孩则被日本侵略者抓进了慰安所中 和她一起被抓进慰安所的有十几个女孩 这些女孩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逃出去 可是能够成功逃脱的却寥寥无几 那些被日本鬼子发现的女孩都受到了非常惨烈的刑罚 可怜的佳佳根本不敢逃出去心里 只能在慰安所里忍受着日本侵略者的折磨 每天都会有很多日本士兵进入这个女孩的房间 那些日本士兵除了会强保佳佳以外 而且还会用鞭子抽打佳佳 佳佳的身上全部都是日本鬼子留下的痕迹和伤疤 在慰安所里有一个女孩比佳佳大几岁 她非常照顾佳佳 有什么吃的 总是第一个想到佳佳 当遇到比较难缠的日本士兵时 她也总会挡在佳佳面前 替佳佳受了很多的苦 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却被日本鬼子活生生地折磨死了 在临死之前这个女孩对佳佳说 一定要逃离这个鬼地方 她们不能全部都死在这里 在女孩们的帮助下 佳佳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出这个可怕的地狱 可是整个慰安所里就只有佳佳勉强活了下来 其他的女孩都死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佳佳把这段经历记在心上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为这些女孩和自己的经历感到悲痛 并且泪流不止 当战争结束以后 日本侵略者离开了中国 可是佳佳却永远无法忘记那段回忆 她的家人死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而她自己也遭受了日军的折磨和凌辱 日本侵略者不仅不愿意承认那段历史 而且还掩盖和抹黑历史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慰安妇制度 佳佳勇敢地揭开了自己的伤疤 让人们看到了慰安妇幸存者的悲惨经历 尽管这会让佳佳面临很多人的流言蜚语 但是她一点也不在意 因为她知道她活着的希望 就是揭露日军的丑陋面目 为自己惨死的姐妹讨回一个公道